于观影中穿行,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我是青岚,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平安京城,人鬼共生 鬼怪们经常现行,吓得人们胆战心惊 为了平衡天地人鬼间的矛盾 就有了这样一种职业,阴阳师 宫廷中甚至专门设立了阴阳寮制务机构 皇孙,袁伯雅,地位很高 年纪轻轻就用了皇二代的所有特权 早朝时可以光明正大的把瞌睡 另一边,后宫的灵妃向妇女之友明请教 如何夺回皇上的心 青鸣就跟他说,少吃零食日多睡觉 这个时候,大佬对天皇说 他占卜守护者即将现世 皇上和大佬认为他指的就是 认非腹中的皇子饿得不行 连袁伯雅也刺着大牙笑得咋丰富的 谁都没发现大佬脸上不是什么好笑 大佬领着小弟们开心的下班了 路上遇见了青鸣 有个小弟又很不爽,他问他怎么不去上朝 青鸣彬彬有礼的说,你管得着吗 大佬就说,能装的一手好低的 才称得上是好阴阳师 次日,有人因为家中树上结瓜 求袁伯雅帮忙 想让他替自己跑腿,请青鸣来 因为传说中的青鸣太凶残了 他觉得只有袁伯雅这种小白兔才不会怕 靠着庄的一手好蒙心 轻松搞定青鸣后 两人来到了结瓜的家 原来瓜里有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为官就为官嘛 不要动不动就随地吃瓜 小心瓜里有毒哦 青鸣和袁伯雅也因为这件事 结下了浓厚的激情和游仪 后来黄太子终于诞生了 可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呀 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很多 袁伯雅又找来青鸣帮忙 青鸣说还需要一个帮手 那就是吃了三分鱼肉 而长生不老的八白比基尼 两人联手施法 幕后黑手那个大佬自然不是对手 但是事情还没完 还要把比基尼吃进去的鬼 吐出来再干死 可惜伯雅关键时刻掉链子 把鬼放跑了 后来大佬把青鸣和比基尼抓了起来 青鸣就觉得很无趣 说觉得我爱是 我走就行咯 此处不溜爷 自有溜爷处嘛 大佬自然不能善罢甘休 暗中操控市委 想杀掉青鸣 比基尼中招倒地 青鸣用眼神告诉他 这梁子算是结架了 这毕竟是吃过三门人鱼肉的女人 岂是你这等凡人就可以杀得死的 之后随便的交代了一下大佬的最终目的 是的那就是鬼迷世界 并派出了令我颤抖无影随形 挥之不去噩梦一般的二级使人 丑狮之女 打算再搞一波皇上和皇子 而这次青鸣早有准备 用草人骗过了智商不高的丑女 可惜猪队有皇上一开口就是原谅 你这个人渣原谅你个拔了 被他扎过的丑女直接觉醒 可为什么嘴里要喊这只蛤蟆嘞 危机时刻 不原牙舍命留妹 本来二人就差点扭一腿 现在旧情复燃 丑狮之女被爱感动拔剑自杀 然后躺在袁伯雅的怀里 做着最后的告别 原来两人早已相识一久 每天念礼 袁伯雅都会和他在仿佛约好的时间地点偶遇 一个吹奏一个欣赏在同一片夜色里享受一段浪漫的时光 久而久之伯雅喜欢上了他 可是他心中始终都放不下那个曾经伤害过他的男人 也就是皇上直到这一刻 伯雅拿出笛子被他吹奏了最后一曲 清明没有打扰二人而是来到了外面 对着星空放了一个蓄力满的二 满含骤力的大招滑过夜空射向了大佬 只是被他的SSR孤祸鸟挡住了 在熊熊烈火中 侥幸不死的大佬愤怒的咆哮 预示着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要去抽三十连二了 求一波关注软发 我是秦兰 我们下次见 拜拜